肯尼亚旅游部4号表示 由于全国持续干旱 肯尼亚今年2月至10月间 已经有数百头大象 和几十种其他野生动物死亡 肯尼亚旅游部官员当天表示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 在最近的9个月内 肯尼亚有205头大象死于干旱 同一时期内 还有至少512头脚马 381头斑马 51头水牛 以及12只长颈鹿死亡 长沃自然保护区 是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这里死亡的大象数量超过了100头 肯尼亚眼下正遭遇40年来 最严重干旱 极度缺水 使该国不少野生动物 面临生存危机 死亡数量较以往显著增加 此外 与往年旱季相比 肯尼亚今年的倒裂野味事件 是以往的数倍 由于缺乏食物 一些野生动物不得不靠近 甚至进入人类活动范围 进而引发冲突 这也使得野生动物的死亡率 进一步攀升 这也使得野生动物的死亡率